字不宜遲 我们将来介绍来自澳洲Corn这个牌子 由2002年开始设计 又做灯,又做灵灵 过往这段时间,它获得的奖是超过20 近年它知道用它这麽漂亮的产品 你的车都应该有差不多价值 它都知道,如果你这麽贵的车被偷了 一定会很伤心 所以它出了Spy Alarm,Scout和Finder的装置 相当之精美 它要不做,它一做就做得很漂亮 所以这次我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你们的packing也很漂亮 它是怎样的呢 我慢慢移出来 原来它就将这个Spy Alarm 藏在里面 好,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Sylicon Cover 即是防水的一个盒子 其实这个才真正是Alarm 和Finder 它这个其实有两个功能 第一,就是当你的车 可能有机会被人偷的时候 它会响 第二,其实它可以compatible iPhone翻卖apps 去找回你的车 它原理和AirTag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就有Motion Sensor 去警戒到那些偷车的人 结构是怎样呢? 这个东西怎么安装呢? 其实你看到有两个孔位 其实这两个孔位 就是跟水壶架是同一个孔 安装在水壶架的孔就可以了 上面再安装水壶架 它就藏在水壶架的下底 当我们研究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有第一个问题出现 就是,那我用螺丝披不住 扭开水壶架 无论是十字也好 或是六角时 扭到两个螺丝 它就可以拆成它拆走 我的车就没可以拿走 那你想到的东西 Cone也想到 那它可以点解它呢? 我说真的厉害 在这个packing以来是平平无奇 但是它旁边就是内藏了两个特别的螺丝 这两个其实就是水壶架的螺丝 它的孔也是水壶架 但是它的头是很不同的 是公字头的 看到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的 它是不能够用普通的六角时一自批 任何工具去扭开它 它是要特别工具的 那问题是,那特别螺丝 那我怎么安装呢? 不要紧 原因是 揭开下的这块纸盘 它是跟着这个工具给你的 可以吗? 这个工具很特别的 这个造型 我想它自己注册了 卡下去之后 始终是留下的了 所以如果它有机会撞你的车 它真的留下的 它自己可能都已经买了一个 这个东西也不便宜 没理由这样买去偷车的 对不对? 它是很细心的 它这个螺丝 其实它还有一个圈的 它预理是什么呢? 有些你不需要装水壶架在上面 你就拿走一个戒指 直接把螺丝装进去 它就平了 可以吗? 平面的 但是如果不是 我上面都是要装水壶架的话 有一个位置的 你就把这个戒指 就放在上面 接着先装水壶架上去 连着螺丝扭下去 可以吗? 那就很方便 好 接着要问 那是怎么用的呢? 好 就要开一个Apps 去做 它有两个方法去做 首先你就要 下载Apps 很简单注册了 接着就很容易 开完之后 可以配合器 它有两个Mode 一个叫Silence Mode 一个正常Mode Silence Mode 意思就是 你的车如果有任何动作 它不会响铃铛的 但是你这部机会响铃铛的 那它的设法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有两种设法 如果你用手提电话 你直接按这个小铃铛 它听到一些声音 那它就会 红色的铃铛铛了 那如果呢? 它是有任何动动的话 很响的 可以吗? 它有任何震动 好,先关掉它 超响的 它是85分倍的 可以吗? 那是超响的一个装置 那如果我不用电话 可以吗? 只要你够近 手提电话 和这个交续有1.5米的距离 它旁边有个按键 很小的 很低的 按住它 按住它 那它要闪闪灯 就正在配合 那你现在不要动它 它由黄灯 转到红灯 代表它已经是设定了 如果这时候 有人移动它 它一动 有个Motion Detect 它又会响的 它部机也会响 你的电话也会响 那喂 如果它跑得很快 响都没用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用它返回Apps 你不需要开Apps 在中间按一按 事先配合了 你就会看到 你那个 你的Scout 就去到哪了 它就是用这个 应该是Type-C充电 在旁边有个防水盖 你拔开了 它就可以插组织 充电 它就是重量 应该很轻的一个数字 二十多g 咦? 那我直接买个AirTag 就行了 我为什么要这一件 我觉得它相对AirTag 有几个好处 第一 就是 AirTag 其实是一粒东西 其实是你找位置放它 那 如果你自己 DIY 可能你黏在 Somewhere 或者绑在 handle bar 那如果万一你要转单车 换车的话 那其实你安插都比较麻烦 那这个呢 其实就不需要额外的东西 就这样两个螺丝 拔出去就可以了 那第二件事呢 AirTag 它 你上网查就知道了 它最为人救病呢 就是它很小声 它一般的分贝 是由40-60分贝左右 但是这个呢 其实是85分贝 那又会大声一点 兼且 如果你想AirTag 在你的车上 是安得 稳定 Portable的话 很多时候我们要买 额外买一些 可能是 放在一个轮轮 那里 放在一个水壶架 那里 放在一个Stam的中间 那任何一些磕 或者放在一个反光板那里 那任何一个磕 罩住了AirTag 都令到更加细声 那变相其实就没有 就是没有了阻嚇性 但是你刚才听到 其实是很大声的 这个 那它不会有任何罩 罩住它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好的 第三个好呢 它就有Motion Sensor AirTag 没有的 就是你刚才 射了Alarm 之后 那辆车的任何 转移动 被推掉了 其实它会立即就响了 那变相 譬如你七仔 买一支水 出来的话 那你都会是 听得到 都追得及 如果是有人偷你的车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就是 很推荐大家的 但是呢 有一个 不知道是好处 还是不好处 就是 它暂时呢 只是支持iPhone 我不知道它将会不会出Android版 或者可能是 给一个好的理由 你去换手机 我相信 很多人的单车 都远远贵过 iPhone的 你看看哪个值得 但是 这个我觉得是挺好的 它去年都赢了澳洲一个 很出名的设计的奖 这个我觉得是 很棒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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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